先放一张照片 这个衣着华丽体型富态的女人 正是习米华的神秘前妻 也就是习米华大儿子周博豪的亲生母亲 杨素梅 上图是杨素梅拿下2020年 香港商界杰出女企业家时的领奖照 习米华原名周卓华 习米华是她在娱乐版上的花名 她另有一个昵称是澳门古天乐 这个名头就连习米华的好友古天乐本尊都是认可的 我们说回杨素梅 别看后来的习米华女人缘极好 让习米嫂陈慧玲和小三刘碧莉 为她这个世纪渣男争个面红耳赤 还让豪门外的那些英歌厌舞的女明星们跃跃欲试 在杨素梅这里 她大概是习米华人生中唯一一个看不上她 瞧不起她 敢对她说不得霸道女总裁 与习米华后来的那些女人相比 杨素梅至少在外形上就毫无优势可言 但她胜在气场强大 她和习米华因为什么相识相恋结婚 目前资料很少 我们也不能妄加非议 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杨素梅嫁给周卓华 习米华时 她的条件还不太好 只是一个十八线开外的蝶马仔 杨素梅是那种事业型女子 在她和周卓华婚姻续存的一年多时间里 夫妻俩都忙于拼事业 后来杨素梅怀上了儿子周博豪时 也并没有养尊处优做一个家庭主妇 二人属于和平分手 在与杨素梅离婚两年多以后 周卓华才认识了彼时从事保险业的陈慧玲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喜米嫂 可以说陈慧玲是陪伴周卓华从人生低谷 爬上巅峰的那个糟糠之期 也是因为陈慧玲一直后代周卓华 与前妻杨素梅的儿子周博豪 才让她赢得了整个周氏家族的认可 当然 杨素梅当然不是吃素的 婚姻都不要了 就想奋斗事业 她自然也真的奋斗出来一帆天地 如今杨素梅是帝国集团 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的副主席 执行董事 出入气场一米八 放在偶像剧里 这就是惊天大逆转的大女主 商业奇才 而这样厉害的角色 自然也赢得了喜米华对前妻的尊重 也许是因为儿子周博豪的这层血缘关系 这对前任夫妻俨然成了事业上的好伙伴 早在2013年 杨素梅自己的亲妹妹 就直接出任周卓华旗下的 太阳城集团的执行董事一职 听起来没有什么实权 可关键时刻有投票权 一般这个位置安插的都是自己家人或者亲信 三年后 周卓华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 这个职位直接由她的前妻杨素梅出任 为了给共同的儿子周博豪铺路 周卓华和前妻杨素梅可谓是一路披荆斩棘 不遗余力 所以我们在很多媒体公开的报道里 拍到的照片中看到了既和谐又奇葩的一幕 在周卓华旗下公司的庆典活动中 周卓华的左右两边分别站着她的前妻杨素梅 先生老婆 喜米嫂 陈慧玲 不是一夫二妻 但总让人能看出点不一样的内涵来 在外界看来 陈慧玲和杨素梅之间相处的情如姐妹 也并非是不可能 陈慧玲这个继母做得相当出色 周博豪不止一次在陈慧玲与刘碧莉宫斗之时 站在继母身边为她发声 儿子尚且如此 亲生母亲自然不会处得不好 该说陈慧玲有大局观 充满人生智慧呢 还是说周卓华 喜米华这个男生真的有魅力呢 能让这么多女人死心塌地跟着她 围着她转 如今周卓华 喜米华的人生辉煌的部分 戛然而止 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前妻 现任 小三 绯闻女友 又将何去何从 当代赌场大亨 坐拥上百亿资产 后又进军影视圈建立了自己的江山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子成长为商业大佬 这背后与给予她启动资金的崩崖居 以及给予扶持的赌王四方离不开关系 除了精彩的尚未经历 喜米华近些年还屡次因为正宫与小三之间的恩怨上热搜 她的端水行为频频上两个女人之间的战况愈演愈电 此次落马算得上是为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史画上了句号 纵观娱乐圈 情史纠结丰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尤其是像喜米华这样的超级富豪 在喜米华未获得如今大业之前 她就已经离过一次婚 首任妻子是个妥妥的女强人 事业成功 金钱不缺 相比下来 喜米华就显得有些小男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总之 两人相处的并不是特别愉快 最终选择和平分手 儿子周博豪由喜米华抚养 喜米华离婚后 就与第二任正派喜米嫂陈慧玲结婚 与前任不同 陈慧玲永远是喜米华背后的那个女人 最重要的是 喜米嫂还是陪着喜米华从无到有的人 不过富豪身边美人少 喜米华又是个不安分的主 财和权都有了 花花长字就显露出来了 喜米嫂虽是对此见怪不怪 毕竟只要不威胁自己的正宫地位 那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不过呢 是在史上最强小三刘碧莉出现之前 敢抢正宫头衔的女生 属实不简单 刘碧莉是模特出身 又有混血的基因 长相自然是没得说 能迷得喜米华神魂颠倒的资本有了 加上他野心横薄 不跟其他小三小四一样 只愿做喜米华身下的女生 她的目标就是朝着正式妻子去的 刘碧莉与喜米华经常出双入队 出席各种场合 这种场面也经常被媒体拍到 而刘碧莉的态度 不解释 不避讳 她直接公开承认两人之间的关系 而喜米华也是持默认态度 二人的亲密互动愈发猖狂 刘碧莉上位之际 自然少不了孩子 豪门贵妇之争 儿子是重要的筹码 短短五年的时间 刘碧莉就迅速有了一子三女 压了喜米嫂不止一头 而陈慧玲也仅仅有两个女儿而已 喜米嫂则在与小三之间的周旋中心力交瘁 无奈提出离婚 夹在两个女人中间 适当端水大师的喜米华 这时候却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她不愿离婚 各种讨好 是真心悔悟还是心疼自己的一半家产 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刘碧莉拿着高达三亿的分手费 远走英国 身处国外的刘碧莉 买了自己的庄园 还做了专栏作家 作品中时不时提喜米华一嘴 不忘各种作妖 而喜米华改不了本性 与最受宠的小三依旧保持着联系 同时维系着与喜米嫂的夫妻之名 让两个女人为自己争风吃醋 同时游走在两个女人之间 不知道喜米华是拥有双倍的幸福还是无奈 不过随着喜米华被抓 公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自己还身处淋雨 爱恨情仇 已不在她考虑的范围内了 郑公与小三之间多年的斗争 也差不多因喜米华出世 落下帷幕了 喜米华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也算是在如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通常在这种看不见消音的战争中 最受伤害的就是女人 而受喜米华被捕风波影响的 恐怕只有喜米嫂一个 刘碧莉早就得巨额钱财置身事外 带着钱财在国外享受舒适生活 所有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无疑成了最大赢家 而陈惠玲能否从自己老公这场闹剧中脱身 还另说 毕竟与她有直接利益牵扯的陈惠玲 都是明面上的事 恐怕后续也要接受询问